鬼馬行李箱 不夠高就關不了櫃門 今集我們開箱香港快運 在新行李收費制度下 手提行李箱如何迎接每位乘客加50元帶件行李箱相機呢? 請大家支持我們訂閱我們的頻道 給個like鼓勵一下我們 今次我們是用最後一套舊制的HonkExpress機票 去名古屋 舊制之下 每張機票是包你7kg手提行李可以放上行李箱的 我們40kg行李可以任記多少件都沒問題 這班客機是A321neo 一上機我們已經觀察到HonkExpress已經靜靜地改裝了行李箱 是供新制用的 新制之下 你要多付50元買經濟票 才可以將你的7kg手提行李放上行李箱上 而行李箱的改動就是 將行李打凍擺放可以放到4件 差不多每位乘客都可以放一個行李箱上去 以後遲上機都不怕沒有位置放行李 這裡有指示告訴你 你的行李要打側凍起擺 就可以放到4個行李箱 行李箱上方就有一支鴨寮街燈 如果你在現場看它就有五眼綠色 用電話印出來就看不到它的顏色是五眼綠色 關門那個蓋以前就在下面推上去 現在就是在上面拉下來 如果你矮一點也關不到這扇門 下機了 按的行李箱呢 現在的櫃門就會上去上面了 這次我們就買了20行加場座位了 A321和這班客機的座位都頗舒適 這張卡就告訴你不同型號的客機加場座位在哪個位置 香港機場最近經常出現的情況我們又遇到 就是延遲 如果你不是搭早上最早的航班 通常都會延遲 這次我們延遲了一小時 我們每條片都很用心製作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CLS 留言、LIKE &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